据环球网报道称 印度斯坦时报报道 印度时间19日中午12时左右 离驾载有185名乘客的民航飞机 在起飞后不久发动机起火 在当地居民拍摄的视频中可以看到 飞机在迅速下降时冒着滚滚浓烟 不过 报道称 飞机最终乘空紧急降落 乘客们幸运地逃过一劫 据报道 该客机原计划从巴特纳飞往德里 不过 在起飞后不久 飞机一侧的发动机起火 不得不紧急返回巴特纳机场 报道称 根据一段在网络上疯传的 有当地居民拍摄的现场视频 可以看到 飞机在迅速下降时冒着滚滚浓烟 不过据报道 飞机最终乘空降落 报道还援引印度亚洲国际新闻通讯社的消息称 巴特纳行政长官钱德拉·谢卡尔辛格表示 当地有人注意到飞机起火 并通知当地级机场 飞往德里的航班已经返回巴特纳机场 所有185名乘客都安全下飞机 关于事故原因新隔城 可能因为被鸟撞击或出现技术故障 此事正在调查中 印度斯坦时报提及 由于巴特纳机场附近有一个露天的屠宰场 这吸引了很多鸟类 导致在那里被鸟类击中事故常见 报道还称 航空公司官员表示 这个问题已在当地政府会议上被提出 但官员没有做出进一步举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